摸摸熊玩具乐园 召唤起拉长变形后 有个熊狮的头像 它还可以发射兽魂壁呢 先把兽魂壁 弦冲进召唤器里面 推动发射装具 再来一次 发射 这把是召唤器光剑 把光剑配在召唤器上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呀 粉色这个是凤凰召唤器 它可以召唤凤凰金刚 这把是召唤器光剑 换身手机下 金铺铺散动 金铺散动 终于净宫 断终 放红铺散动 铺铺散动 铺铺散动 人家的铺铺散动 有天气 请关心 中火人手 召唤器拉长后 有个凤凰的头像 另外 它也是可以发射 兽魂壁的哦 填充兽魂壁 瞄准 发射 再来一次 瞄准 发射 我们把光剑也装备在凤凰召唤器上 看起来也很炫酷呢 绿色这款是青龙召唤器 可以用来召唤青龙金刚 的 我 将会为 绿色 疫情 警方 子 幸福 禺 拉长召唤器后,也有个青龙的头像 青龙召唤器也来发射收魂币吧 发射 再来一次 瞄准 发射 最后,我们把光剑也装配在青龙召唤器上 青龙召唤器光剑也好好看呀 最后这把是青龙超人使用的青龙枪 再来看看它的另一面 青龙枪也是可以发射收魂币的 将侧面盖子打开 填充售魂币 然后再盖上盖子 好了 瞄准 设计 可以五连发射击的青龙枪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套神兽金刚玩具吗 喜欢的话 记得点击订阅 摸摸熊玩具乐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